欢迎八九 欸你说怎么这种人这么 欢迎八九 欢迎八九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大闹新加坡的中国小仙女啊 被指控六条罪 今天一早 这个小仙女出庭认错 对我辱骂护士了 我承认了 她不敢再对法院跟法官说 你猜啊 你觉得我有骂就有骂呗 那其中包含妨碍公务罪啊 还有两条抵制防治骚扰令 以及三条抵制私人保安业的法令 等等六条罪名 那目前啊 这个小仙女啊 已经付了一万五千块的新加坡币保释 那十月二十五号将再次开提 其他罪名 吓死人对吧 转换一下大概是三十五万三千多块台币 那换算一下中国的月薪 就是六千六百八十块人民币 你要缴纳一年哦 你还要乘以十二哦 请问这样的金额是很少吗 但其实在中国这样的一闹纠纷 实则常见 所以粉红会把中国的习惯跟生态 带来新加坡 而这名小仙女啊 也扭曲了护士的原话 护士大致上是问他 你是不是新加坡人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没有相关的工作或是居留证之类的话 因为这个医疗保险收费标准不一样 问他有没有 然后就被这个小仙女曲解为 你是不是其实咱们中国人啊 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不是新加坡人 我就不能看遍啊 诸如此类的 所以就越演越烈 但我觉得这个女的是小赵家人的可能性非常高啊 因为他可以直接马上拿出三十多万去缴纳 而且他的抖音也常出国 所以他肯定是小赵家人 不然就是有被包的哈 所以建议新加坡政府还是给他监禁拘留啦 不得一颗罚金为好 不然最近其实越来越多的中国有钱人啊 都自残移民跑去新加坡了 把中国的那些肉席都带来新加坡 挤压新加坡人的价值 这个时间一长啊 我相信新加坡的平民百姓啊 就会很实际的感受到 台湾人啊 还有香港人啊 甚至日本人啊 是怎么被那些粉红给摧残的 好 那为什么在中国有点钱的人会往新加坡跑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 盛上这几年的倒行逆施啊 各种割韭菜 割这个小赵家人 所以很多小赵家人看到就跑了 就润了 所以我还是建议一下新加坡人啊 杀鸡儆猴一下 让他们知道有钱闹事也是要被关的 不得一颗罚心啊 前几天我有个粉丝用我的名字 89后面加个64 在中国各大直播平台跟主播聊天 来测验看看是否会被封号 或是这些中国主播是否了解什么是8964 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看到真的是笑翻 欢迎吧 吧什么 欢迎吧 你们怎么这种人这么 所以这条影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好多的中国主播他们都懂 8964是什么 就大概两个三个人不知道什么是8964 甚至连我的九都不会拼 还说什么八童甚至不会念出来 所以这也可以解释到为什么 自古以来我的频道很多小粉红 都把我的九的名字给打错 甚至念错 像聆听天说我是八童嘛 阿强哥也是给我乱取名字嘛 所以到底我请的那些是演员 还是中国的真实反应 还是说这些主播 是我花钱请的台湾演员呢? 大家可以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OK前面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 我们来聊完接着说回来比较国际相关重要的事情 今天以色列驻中国外交官在北京街头被S了 好在送医之后并无大哀号 结果微博下方全是支持巴勒斯坦和哈马斯的做法 呛这个以色列官员被S活该 你们不是说中国非常安全吗? 怎么在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你们不去谴责呢? 这不是抵触你们社会主义核心这样子吗? 那我们现在就来打脸一下 最近很多粉红在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对不对? 甚至出征在中国有以色列血统的各种大逼 下面的人就骂他说 高又斯你是以色列的吧? 看有多少人开骂你啊 老子成都人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以色列人滚 不是想问巴勒斯坦人有水喝吗? 什么时候去加沙走一趟呢? 欧美国家乃至南美洲 这些国家都有犹太人区跟巴人区对吧? 那欧美国家有将近百万左右的移民或是拿工作签的巴勒斯坦人 但是我想问一下中国呢 你们粉红各个都说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 那在中国有没有巴人社区? 中国的包容度在哪呢? 在欧美国家你可以看到有以色列人举着旗子支持以色列 在欧美国家有巴勒斯坦人拿着巴勒斯坦的国旗在支持巴勒斯坦 在中国呢? 你要不要让中国建立一个哈马斯社区? 请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与欧美相当的中东移民社区呢? 支持粉红们把加沙地区的那些你们说的难民啊 通通接回你家建立新的社区 盖在你家旁边 而且同为伊斯兰信仰的新疆维族人 东突厥斯坦 你们为什么要让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让他成为中国的领土? 你不知道这两者文化文字都不一样吗? 难道是你们汉本为了汉族自古以来在新疆生活吗? 如果是的话怎么会有新疆的文字呢? 为什么你们的长相差距那么大呢? 而且在新疆议题上巴勒斯坦有敢说话吗? 他有说同为穆斯林 我认为新疆应该独立 他有说话吗? 没有 所以一切都是利益跟政治斗争而已啊 哪有真的落实关心核心价值的啊? 没有啦 所以粉红们赶快去谴责中国政府 不敢表态支持哈马斯 不敢提供给巴勒斯坦人民援助 不选美国啊 派军队去威克去援助以色列 你不敢 你当然不敢拍啊你的军舰会冒烟 而且你根本开不了这么远 你论实力也开不了这么远 你论补给线你也没有补给线 这就是中美差距啊 还在中国伟大复兴呢 而且粉红不是都说什么 以色列强占巴勒斯坦领土对吧? OK 现在最打脸的部分来了 欢迎大家拿这段去打脸各种的粉红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新华社过去的报道 那新华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的国家通讯社 是由中国共产党成立跟建立的党媒 1931年在中华斯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也成立了新华社的前身 红色中华通讯社 1937年改名为新华通讯社 OK好我们把这个话前提都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948年5月28号 新华社陕北25来电说什么呢 以色列国的成立 已使两个多月来美英帝国主义 企图借所谓的联合国托管 以主宰巴勒斯坦的阴谋受挫 OK所以这个超奇怪对吧 中国那个时候是支持以色列 然后中国那个时候认为 美国英国是支持巴勒斯坦 小粉红你看一下你家主子 在1948年在说什么鬼话 自5月14日起 犹太民族实现了他们长期正义的复国愿望 宣告成立以色列国之时 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 7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 约5、6万人 即在南北东三面大举入侵巴进 扬言推翻以色列国 犹太人方面正起而坐 坚决的正义抵抗 挑动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者 准备和进行这次反游战争 你看一下中国的党媒是怎么报导这件事情的 你看他的用字潜时就知道他支持谁了吗? 1949年1月18号新华社又报导了说什么呢? 以色列的军民不仅抵挡了侵略者 而且于去年12月把埃及侵犯军远远的驱逐国境 这些都是在网路上留下来的铁证 你们自己反而可以去看一下啊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脉络吗? 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初就是支持以色列建国了 认为以色列是正义之战 正义的凹 并且谴责伊斯兰联盟对以色列的入侵 并且在报导中称伊斯兰同盟是入侵方 以色列是防守正义方 所以中共的立场就是没有立场啊 随时可以推翻自我 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不敢直接表态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哈马斯 因为他过去就不曾支持过巴勒斯坦 还公开支持以色列 结果粉红现在还在打脸自家组织 真的是非常可笑 你们根本就不关心自家中共的历史 更完全不关心以巴勒的历史跟百姓 完全就是在宣泄平时在中国遇到的苦难 就在口嗨而已 不然你们粉红把这个文章全部ate出来 去骂新华社你敢吗 在口嗨而已嘛 你绝对不敢 来说一下为什么中共当时会支持以色列 因为当时要超英赶美嘛 在宣传上仇恨美英 所以尽可能的去抹黑 尽可能的去造谣 反正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都是美国的错都是英国的错啦 而中共当时还转向跟日本修复关系 交好试图用 诶日本啊你也是被美国打败 你被丢原子弹你不恨美国吗 试图要拉拢这个日本跟中国变成好国家 变成好朋友一起去抗美 这是你想要的阴谋 只是你没有达成日本不同意而已 毛泽东还曾经感谢过日本 要不是日本啊 中共不可能建国消灭中华民国对吧 那这变相呢就是毛泽东在感谢日军对中国对南京的所作所为 那你们反而不敢说任何一句话 日本还无偿借款 无习的给你中共国至今你连这个款项都还没还清呢 在2000年以后啊开始清美对吧 各种的宣传哦美国其实是好的美国没有怎么样啊 跟外国人合作是很好啊 盛行这个学英文风潮 结果在2012年之后这一年就是盛上上台之后啊 开始各种反美反日游行抗议活动 甚至到今天是反了所有已开发国家 所以中国就是完全没有核心价值的国家 一个没有核心价值的人或党 他每天说的话 或是今年跟明年说的话都会反反复复 模糊不清 看看台湾有谁是这样 以史为尽可以知心替 最后一点可以证明 我说了为什么中国是一个没有核心价值的国家 没有核心价值的一个地方 中国最近出台了 一个叫做 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 马克思都知道是这个 中共他们说什么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个 这个伟大复兴的人对吧 那孔夫子就是 咱们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的代表啊 这两个混在一起 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OK他们就出了这个连续句 就是用马克思跟孔子在对话的一个节目 反正就是在吹牛逼啦 那非常好笑 很幽默的地方是 50年前的文化革命啊 是在反孔夫子的 是在反中国文化的 对吗 而且他们当时是打着马克思思想主义 去反孔子的 对不对 结果现在在搞中国伟大复兴啊 这些粉红啊 又站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立场 儒家思想文化的立场 说我今天要去S有犹太血统的马克思 世界上有什么比这个还混乱和荒唐的事情呢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 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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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